最后这位演员 我猜其实是大老师的心头所爱 而且我听说啊 就是现在大家都不敢在他后面演 是的 就是他因为演完太炸了之后 别人感觉都接不了他 是的 对啊 所以这次他虽然刚刚也说了嘛 就这么厉害 他的户头第一是户安 他其实并没有资格选择 最快选择位置 但是大家都普遍公认 最后这个位置是最好的嘛 然后就是因为没有人敢接在他后面演 因为太炸了 让我们欢迎最后一位演员 王敏 大家好 我是王敏 王敏是这一季的大魔王 他这一季脱胎荒 我一开始的时候 没想到他能走到这里 他上一场出那种东西的时候 我们都被吓到了 因为之前他也一直在做音乐喜剧 但是没有说这种 让大家疯了的这种状态 我不想弹吉他 我害怕弹作业 那么大人违和你与你 我玩什么乐器 其实王敏在我们这一季之前 我们都觉得这孩子咋办呢 就现在这孩子出来 把我们所有人都给办了 王敏就是把自己水平拉高了一大截 然后他稳定在了这个水平上 最重要关键是王敏是真正的前途不可限量 有请王敏选择出场顺序 就看着孩子人性了 最差位是杰王敏 就是王敏后面的位置最差位 他的表演特别的能够带动全场 没有办法在他后面表演 从人性跟 跟我们的友谊出发 我就应该排在最后一阁 我也考虑去往前跳 我就看你们谁敢跟我抢第十 其实我这一季比到现在有一个感受 就是我一直在跟自己比赛 就没有人跟我比赛 就我永远要拿一个比上一期更好 看我今天这个创办就 就这么下呀 就不是比赛一点 紧张的心情也没有 所有选手你们听好了 我今天肯定 不跑调 嗨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王敏 你们好 你们好 聊遗憾是吧 其实每个人生都有点遗憾 我刚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 跟我妈聊了一下 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 生我生得有点早 就如果我能晚出生几年 她就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 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 市场上还没有来自新西兰 营养满满的蓝和米洋奶 天然乳干是牛奶的1.5倍 我早喝上不至于这么矮 好了 聊正事了啊 今天主题是遗憾 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 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 然后你会为此难过 后悔很久很久 如果可以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嫁给她吗 还会被经理想吗 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 是哪一个选择 如果你问我 那我就会说 我昨天 我就不敢去那家里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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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 我就不敢去冒这个险 就因为心电仇冰便宜点 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 蹭上几个错误的理发店 当然人生中还有很多 更值得我遗憾的事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你还会错过她吗 还会选择放手吗 如果我当时又挽留我的前女友 亲爱的别走好吗 我们就不会分手了 但她现在也会离开我 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里发电 我就不敢去那家里发电 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 她就吹掉了我的美人肩 她还有脸让我半会员 让我下个败来找她钱 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 我就说相见 不如怀念 不如怀念 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 你会怎么选择 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 哪怕有人质疑你 你会不会讲的吗 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 把爱好变成工作 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 奶奶夸你梳得真不错 我现在真的不想做脱口秀了 我想去你们店做发型总监 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 你猜猜我想开哪个店员 他们就在天边记载眼前 不需要不该来这家里发电 你也不该来这家里发电 人生总是有很多 让你后悔的选择 眼泪流干了 也回不去了 恐怕总归有一天 还是会长回来的 有些遗憾 却是一辈子的 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 不会负债累累 如今还在漂泊 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 你说你后悔离开家了 你说你 我说大哥你快别说了 你激动的手都抖了 我就不该跟你发事聊天 我就不该跟你发事聊天 我只问了一句你干了几年 他就一点痛哭 一点给我钱 好 谢谢 好 我们接投票 恭喜冠军 喜欢网免的朋友 不要因为听得太激动 忘了投票 对 投票通道关闭 还有最后三秒钟 三 二 一 请锁票 让我们掌声再次送给方便 太厉害了 厉害厉害 你为了这个段子还得剪个头发 对 推一推的 你看 他是为了想这个笑话 然后去把这个东西 为了这个后边能唱出来 真实情况比这个更残酷 你要告诉大老师 真实情况是 我想写这个东西 但是写了几天写不出来 后来我想我就先推掉 就如果写不出来我就废了 先推着是吧 先推着头后写的段子 逼着自己 真棒 这样挺好看的 挺好的 没有剪坏其实 主要是你不写这个发型吗 所以 感觉自己都变聪明了 今天马上我在这儿 公司员工头 员工头 我想问问题 就这种歌你录过吗 就是你录过录音版吗 没有 是不是只有现场演才会好玩 就是没有人够提供这种录音的机会 我是可以提供 不是 因为 因为你第一回看完之后 我就在后彩时我就说 我得看你第二次 因为有很多人老是就那一招先 因为那个李战彤跟我介绍过 你们都是 很多回打磨才能出这么一个好作品 第二回 这作品还是棒 我就想 这歌要是录出来 还能好玩吗 就是因为它是现场 对 现场的 这么一听 然后突然间就感觉 这个人一直在胡说八道 然后那个 因为音乐跟笑话 它们有共通点就是节奏 对不对 那个节奏老感觉卡在这儿 突然跟你说个什么 但是我愿意给你做这个试验 可不可以跟我一块做试验 可以啊 太好了 可以吗 可以吗 我就觉得咱们 好多人太把音乐当回事 我就觉得他这种能唱笑话 简直是我人生中另外一个起点 然后是我 是音乐的起点啊 所以说我希望 咱们是这样 咱们不管录出来好不好玩 你先帮我们录个嘛 可以吗 可以吗 王绵 现场解约 谢谢 以后咱北京好好生活 这事就定了 就定了 好 恭喜恭喜恭喜 我们节目成就了好多好事 音缘 音乐的缘分 然后还有音缘 对不对都有了 真棒 我看郑爽没有拍 原因是什么 因为你这辈子就没有难看 没有没有 因为他肯定会过呀 对啊 那为什么不给上面 就是 对 谢谢 谢谢郑爽老师 毕竟 谢谢郑爽老师 还帮我们维持着这个小小的悬念 谢谢 谢谢 但是你们女孩子 听这种剪头发的 应该感触更深吧 但有一个bug 就如果我之前没有见过她 我也不知道她长什么样子 对对对 对吧 就是有点这样 而且 其他人都熟悉的都见过 对对对对对 但是依然是很好啊 就是她这个梗就抓得很到尾 对就这个共鸣是有的哈 看你这样子我就知道 这些肯定是你自己去为了角色 然后去牺牲的 对对对对 不错哈 所以我就觉得 你这样的人根本都不需要 再投一票给你了 哎 大剧观 说了哈说了哈 天真姐是什么时候拍的 对啊 就唱了某个点的时候吧 觉得特别开心就拍了 嗯 我的感受就是 王勉成了 是的 成了 王勉这一季有一种脱胎换骨的感觉 就是成了 就是在这站着感觉就是成了 包括今天看到在座的上面这几位 我也觉得就是你们脱口秀街也是江山带有才人出 嗯 就这个感受很强烈 但是最奇妙的是 王勉其实从第一季就在参加 对对对对 好多人以为我是新人 虽然他长得像个小孩似的 但是他其实 三人五了 对对 同龄员 他参加过很多季了 我要没记错的话 你可以回头看回放 我应该今天第一个拍 是的也不必骄傲 啊 我这根骄傲 就是你在他这儿拍的这么早 并不能弥补那些人对你的恨 所以也不必骄傲 后半场老师很勤拍了啊 后续的那种情感培护啊 送抚慰啊 那些东西 我做人很周全 对 但是王勉这个真的 我刚才很感动 也很 也很 就是想法很多吧 就是因为我个人呢 始终都不太认可 用这种唱歌的方式 讲脱口秀 嗯 我会有这样的